先OK 三重沒有問題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要全部嘛 那全部其實也一樣嘛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個的上方有沒有 這個open的上方 要增加那個 always.work 就是跟他講那個目錄裡面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讓我偷懶一下 直接拿什麼 拿那個雲端上面 那其實之前也寫過啦 所以我建議將來這些東西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 那在第3日9月這邊 我會有放就是這兩行 那這兩行要放在剛剛的open上面 所以這兩個 這兩行把它Ctrl-C一下 其實這兩行前面有 就是在 always.work的範本 那接下來的話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open的上面 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貼上之後可能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啦 這個路徑好像不一樣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對的 改成對的 有沒有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這個名稱改成叫file1 為什麼file1 因為底下那個lis1已經用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又叫lis1會重複 乾脆叫file1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把剛剛的這幾行 從open一直到print 有沒有 總共二、四、五行 這五行的話 記得呢 因為上面有兩個file 所以你要按兩個table 所以第一個 你如果按一個table 那指的是這個file裡面 那因為這邊還有一個file 所以你要按第二個 有沒有 就到這裡面了 好 這樣應該 越來越接近 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 要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要改成什麼 改成 記得喔 把那個檔名、負債名刪掉 記得加一個斜線 因為如果你後面有串接的話 那個反斜線 它沒有辦法用那個r 這個小的 這個小r幫你產生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自己加一下 兩個 這個反斜線 然後加什麼呢 利用這個 串列 有沒有 加到哪裡呢 加到加號後面 加個中瓜糊 然後裡面再加個i就可以了 指的就是說呢 反正我這個回圈 我是從0開始 0 然後先抓第0個的位置 那指的應該就是三重點tst 所以會先抓三重點tst 把它打開 所以喔 一樣喔 然後再抓 下一個做完之後呢 再抓中立 再抓下一個 直到沒有位置 所以其實喔 最好 這邊好像有 我這邊 這有個錯誤 這個豆點應該在這邊 有沒有 是 這個一定要加有沒有 然後加上 剛剛的那個串列 中瓜糊i 然後呢 豆點的地方呢 在後面加一個 有沒有 就是讀取啦 底下應該ok了 我看一下 儲存一下 但是它出現錯誤有沒有 這邊有個叉叉對不對 那其實它跟你講說 這邊有錯誤 那為什麼 因為它應該不認得OS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能要在上面呢 記得 因為剛剛我們並沒有 INPORTOS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喔 你還是要記得 把OS給INPORT進來 不然的話呢 它會出現錯誤 有沒有 OS 有沒有 ok了 好 理論上應該就改完了 那這個指的是 全部喔 ok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做了幾件事喔 第一個 把這個 有沒有 for 的這個 OS.work的範本 貼上來 但是名稱可能就改成 這個叫file1 那第二個的話呢 按兩下 TAB 這個按兩下 好嗎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修改這個 串接的那個 這個 這個 串列的第幾個 其他應該都沒改 然後還有加這個 INPUTOS 好 那應該沒問題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執行看看啦 理論上應該 假設沒有錯誤的話 他應該會幫我把 全部的資料 很快就存進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o.xlsx 打開之後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 應該會 停在那個 最後一筆啦 就是1315筆的位置 所以等於是 25個檔案裡面喔 總共有這麼多資料 應該是沒錯的 所以其實看起來很多 1000多筆 我覺得e-sale應該可以啦 所以如果假設要選擇 不見得一定要放資料庫 e-sale其實也滿好的一個選擇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 剛剛 三重的部分 再加一個 這個 o.xl.work 然後把每個資料 寫入到那個 這個e-sale裡面 那寫完之後呢 再想想看 因為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是 把25個檔案的那個資料 寫到同一個序詞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 工作表要序詞 有沒有 這個序詞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 寫進來的時候是 最好先幫我先 新增一個三重 三重的一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呢 就把資料 三重的資料 就放三重的工作表 然後再新增下一個中立 然後再把中立的資料 要讀取之後 寫到裡面去的話 有沒有 那要該怎麼改 想想看 目前我們寫出來 是全部啦 可是如果 應該會有這種需求吧 不然我們如果只學 皮毛這樣要用 感覺好像會差一點點 以後如果要利用 就是 e-sale裡面的工作表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們可能就要 多知道一個東西 底下這邊有一個 叫做 叫 CreateShoot 那CreateShoot的話呢 你就可以給他一個 你的檔名跟副檔名 把那個訊息呢 放在工作表 然後他會建一個工作表 可是問題這應該放哪裡 其實你只要多一行有沒有 而且要放對地方 你不能放錯地方 他就可以做出 我剛剛講的這個效果 有沒有 放一個 然後資料放 放一個 所以其實應該放哪裡 比較OK呢 其實這個如果把它放在 開檔嘛 那寫資料應該這邊嘛 所以是不是應該 在他寫資料之前 我可能就是先建一個資料 一個工作表給他 有沒有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但是可能會造成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原來的訊息 可能裡面是空的 然後最後可能我們 又會需要多一個 那你不做也沒關係啦 只是如果你要希望最後這個 序子裡面空的把它刪掉的話 所以可能還要再多學一個 一個指令 一個方法 就是刪除工作表 所以最後的話呢 可能要把那個工作表刪掉 叫Delete 這還滿好記得 Create這個 然後呢 Delete 有沒有 就是那個 那個工作表名稱 這樣就可以刪掉了 所以待會兒的話 我們會加 滿重要的 就是 Excel裡面很重要的 一些功能 新增工作表 跟刪除工作表 其他當然你可以衍生很多 我覺得這個 應該可以做滿多事情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主要是 三重衍生 就是在雲專板39頁這裡 然後主要是 黃色的字的地方 我大概就是針對黃色 那是黃色 這個吧 把它mark 基本上就是這個 記得 縮排 這個比較難去呈現 縮排可能要 要注意一下 這邊有兩個縮排 所以這五行 你必須按兩個tag 那個按tag的動作可能很重要 按一個也不行 一定要兩個 為什麼要兩個for 如果你縮排不正確的話 也會沒辦法執行 OK 這很重要 看起來不是 但是我發現很多同學 對於縮排 比較沒有觀念 試試看好了 這個做完之後 再想想看 我們如何可以讓它 不要放在同一張工作表 而是可以把它分成不同工作表 其實好像就有分 剛剛有點像合併 如果你假設會新增工作表 有點像分割 所以以後 你將來的資料進來之後 你要怎麼去放在椅子裡 其實就簡單了 我覺得這蠻好用的 OK 試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